中天新聞台申請執照更換 是否真將在NCC有色眼鏡主導下卡關 就在中天關定了幾個字持續發酵下 各縣市首長也跳出來 呼籲捍衛新聞自由 在一個新聞報導言論自由底下 NCC一定要採取公平公正 保障言論自由的態度 讓新聞的報導能夠得到大眾的支持 透過媒體的報導 讓我們所有鄉親能夠了解真相 那台灣的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也不能只有一種顏色 媒體是屬於第四權 我們希望有更多能夠公平公開 透明化的一些媒體 讓更多元的聲音能夠播報出來 讓事實的真相能夠讓我們的鄉親來知道 還是要請主管機關秉公處理公平會待 藍英首長率先發聲力挺堅持無色監督 但10月26號NCC將召開的聽證會都還沒辦 中天新聞台幻照之路崎嶇 傳聞卻已滿城風雨 連綠營首長都表態要中央公平客觀處理 審查那應該都是中立的 我們期待媒體是公正客觀 也期待NCC對媒體的審查也是公正客觀的 NCC是獨立機關 各位委員一定會秉持他們的專業來做審查 對於NCC所做的任何的決議 我們會以尊重 民進黨執政縣市首長不願意 台灣言論自由淪為一言堂 更不願意看見台灣只剩下一種聲音 向獨立機關NCC喊話 回歸專業審查要超然獨立 記得綜合報導